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布什都是这么做的 一只手放在圣经上 另外一只手举起来 那向整个全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们宣誓 他将忠心为这个国家来服务 而任何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都不曾有过宣誓 而党对共产党的组织 入团入队入党都必须要宣誓 而且这种誓约都是发的毒誓 五天之下没有一个政党 对要求他的党员 要求他的团员 要求他的队员 去宣誓入队入党入团的 没有这么干 说到这儿呢 他就琢磨琢磨自己就沉思下去 提到退党退团退队呢 在香港呢 刚刚举行了庆祝五千万人退党退团退队的集会 而在上海的郑恩宠律师呢 通过电话呢 在这个集会上呢 发了言 那郑恩宠律师在这个集会发言上的内容 叫郑恩宠谈亲身经历的四宗退党案件 第一个退党的案子呢 是这个在这个过年前 一位28岁的女青年亲自告诉郑恩宠说 在去年9月13号 帮助他的母亲王福珍 在海外网站公开声明退党了 原因就是他 他的母亲和另外四个亲属呢 遇到了强拆这件事情 就是以政府的名义 要把他们家的房子拆了 可是他退党之后呢 很有意思 结果这强拆这件事情呢 就改了 改变成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不但是停止了被强拆这件事情 而且呢 付给他们要这个房子本身的费用呢 提高到600万 郑恩宠律师说 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出 现在不是部分中共党员害怕退党而遭到报复 而是共产党本身害怕党员们一个一个的退出 第二个案子 说中共党员叫做颜芬兰 在十天前来到上海长宁区法院立案来状告当地的公安局 在去年奥运期间将他非法关入了精神病院 他说到了法院之后呢 法官向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而且对他进行精神病的鉴定 才能让他是否能够告状 他说呢 针对这个局面呢 他就声明了退党 他说第三位呢 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共的男党员 他一直在街道的工厂工作 实际上他讲说他自己的家里呢 本身并不困难 但是几年前他就已经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了 他说这几年都没参加 但是在今年的时候呢 呃 过年的时候呢 突然组织让他开会 说给他困难补助 他就没搞懂为什么 原来他所在的组织呢 那个那个小党小组呢 怕他声明退党的影响他们 所以就把他当成困难户 向这个申请申请困难经费去 所以为了拉住他 不让他退党 反给他贴钱 实际就是这么回事 他一听这事呢 干脆自己就声明退了算了 他说而第四个呢 是几天前遇到一位79岁 曾经参加过所谓抗日时期的中共的老党员 他说是在军队的这个医疗系统工作的退休干部 那自己有三个子女呢 目前都在海外 那他的三个子女都在劝他 你干脆把这个党退了 那你党退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你接到海外来 跟国内跟共产党别再瞎扯了 曾经冲接着说 还有一点他发现在上海呢 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 他说目前用实际行动来参加这个三退热 原因就是很多 有些学生在看这个 当时奥巴马当选这个总统时的这个发言 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本身呢是这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敌人 就是这一点上提出来 而且在历史的过去呢 美国的这个历届的领袖呢 正是用宗教 用实际的这个行动呢 来打击这个共产主义 而中共本身把这一段给删了 没有了 那这些学生在看实况的时候呢 突然意识到 因为他们懂英文 听懂了 他们意识到中共本身所惧怕的 和本身这种行为 所以他讲三十来岁左右的学生呢 很多人在因为这件事情 而主动提出来退党退团 神韵艺术团呢 目前呢 依然在世界各地在巡回演出 其中有一个团呢 在韩国演出之后呢 韩国一位著名的音乐评论家 在看过演出之后 接受采访之后 回到家里头回味起来 还是觉得回味无穷 而且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演出 所以特意写了一封信 再次表达他对神韵本身的这种崇敬 文章是这么说的 叫韩国著名音乐评论家 特发函再次为神韵喝彩 那发函的人呢 是韩国著名的音乐评论家 叫做金振默 那他同时又是著名的音乐创作人 他说在韩国呢 所有喜欢音乐的人 无论是冥想音乐 还是还是爵士音乐 都熟知这个人 因为他太出名了 那金先生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呢 是怎么说的呢 在他看神韵之前 他说每一个人呢 都会自己先想象出一个一个景致来 大概演出是什么样 但是当他看过神韵之后 他说观看了神韵之后 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 立足于中国传统基础的神韵演出 真的很了不起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 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对神韵本身的评价呢 他说穷尽所有的词汇 都无法表达那种美妙的感觉 他说舞蹈的动作是至今为止 我所见过的任何舞蹈都不同的 社会上所有舞者的动作 都是以柔美自然为基础 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到 神韵舞蹈者的舞姿 似乎让重力学定力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在展示出来 艺术般的舞姿 以及舞动于另外的时空之中 他说这种感觉 让我从来没有过 穷尽我所知道的所有的词汇 都无法表达这种初次感受到的美妙的感觉 他说现在我也仅仅保留下某些瞬间的感受和感觉而已 另外呢 本身节目的整体性让他拍案叫绝 而且他说我为导演而喝彩 而最成功的部分呢 他是讲将现实和梦幻般的这种背景天幕呢 结合在一起 是演出最成功的地方 而对神韵最后的评价说 这是东方美学的未来之路被打开了 神韵艺术团的作品是开创未来之路的经典 展示了横古岁月当中沉寂下的中国传统文化 向其再一次喝彩